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的头的底层给做出来 我们要用到浅棕色或者是肉色都可以 然后咱们要给它做成什么样子呢 要给它揉成一个椭圆形的长片 还记得椭圆形怎么制作吗 先从一个圆球开始 然后给它变成一个椭圆形 轻轻的给它按扁 看它就变成了一个椭圆形的扁片了 我这里设计的它稍微有一点点弧度 那我们可以呢 这样子稍微的弯曲一下 看它是不是就有一点点弧度在了 这里啊 黏土不需要用的太多 可以让它稍微薄一点 因为我们上面还要加一个马的这个嘴巴的位置 这个棕色 深一点的棕色呢 是马嘴巴的部分 所以大家分析分析它是什么图形啊 没错 它就是一个椭圆形 但是啊 马嘴巴的这个椭圆形比这个脸要小 所以咱们再拿少一点的黏土 把这里变成椭圆形 然后给它按扁 你看这个椭圆形呢 我让它稍微的这个宽一点 是往这个方向水平方向变宽一点 它要足够宽啊 要能盖住整张脸才可以 如果你觉得它不够宽呢 你就再给它加宽一点 它需要它的长度啊 就是这个方向的长度 要能盖住上面的这个脸 这样子才像是马的带嘴巴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从正面看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就行了 把我的工具刀修理一下 它的边缘 让它从正面看起来像这个设计图 好 然后咱们再用一点 这个浅棕色 按上它的两个大鼻孔 这个大鼻孔啊 我打算用浅棕色 因为用白色比较奇怪 所以 这里是一个鼻孔 一切咱们都按照设计图来制作 这里是另外一个鼻孔 按扁 从正面看起来 像是这样子就OK了 然后 我们可以给它 制作一下这个耳朵 看到啊 这两只耳朵要怎么制作呢 我们先拿出 两团适量的黏土 这两团黏土要一样大小 这样它左右的耳朵的尺寸才能够对称 一样大小的尺寸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给它揉成 稍微尖一点的形状 尖一点的 一边尖一边圆润的椭圆形 轻轻的按扁 从圆形开始 按住一边轻轻的揉 直到它变成一个圆锥形 再轻轻的给它按扁 看到了吗 得到了两个水滴的形状 现在再拿起深棕色的黏土 制作两个更小的小水滴的形状 这个是它的内耳 看 这样子给它放在一起 就像是这一匹马耳朵里面 这个内耳深一点的部分了 它看上去就像是更有细节 更有detail 更有细节 这个是让我们的黏土变好看的 关键就是细节 现在把它的两个耳朵 放到 黏到它的头部 脸的两边 拿到耳朵 耳朵就这样制作成了 那然后我们拿出一些白颜色的黏土 来制作它的眼睛 白颜色 只是用来制作眼睛的 需要很少的部分就可以了 两个同样大小 白色黏土 给它揉成球 它要一样大 是一样大 这里一个球 这里一个球 好 看起来它们是一样大的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开始给它 按扁 按到你想要的 适当的尺寸 看 这是两个眼睛 两个白眼球 白眼球的部分 现在呢 是黑眼珠 或者是中眼珠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 我的设计图是棕色的 那好吧 我们可以就用 就用我们的棕色 更小的两个圆球 一样的尺寸 一样的大小 看 这两个圆球一样大 放在白色正中心 那你摆放好了以后 就可以按压它们了 按笔按到他们 这个左右眼镜 几乎是一样的尺寸的时候 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 从正面看起来 它就像是什么呀 两个眼珠 然后我们需要制作这个 这个脑袋顶上的这个棕毛 同样的 制作一个尖尖的水滴的形状 小扁片 看我们先给它揉成尖尖的圆锥形 然后给它按扁 这是不是就变成了水滴的形状了 按扁了以后 大家请你们拿出这个小刀 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在上面 给它画几个条纹 几个线 让它看起来 就是有这种头发的质感 毛发的质感 看轻轻的滑 三条到四条线就可以了 大家能看见这个质感吗 就叫做它的细节 我还可以呢 稍微的 就是轻轻的捏住它的这一端 我可以歪一歪它 让它有一个 弯弯的这种感觉 有点像头发飘起来的感觉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按到这个脑袋的顶上去 看像不像是一个马的头发帘 扣在它的脸上 一层一层的来制作 这个就是我们大马的脑袋 这里还有一个微笑的小嘴巴 你呢可以用刀子 给它滑 这个按出来 或者可以用Sharpy 找一根黑颜色的Sharpy笔 或者呢 找一个黑颜色的油性的marker 我们就在这里 给它加上一个 小嘴巴 微笑的小嘴巴 这个看起来就很生动了 它有表情了 它正在微笑 当你完成这些的时候呢 你的头部就彻底完成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头呢 放在一边 接下来我们需要制作的是 它的身体的部分 那还是需要先做最底层 最大的这个部分 所以就是它的这个 大身体 大肚子 我们需要相对来说 多一点的黏土 好 多一点的黏土 给它拍瓶 给它 就这样啊 就拍瓶就好了 它这个形状 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办呢 还记不记得老师 教你们的方法 如何得到你想要的形状呢 没错 就是用剪刀剪 嗯 这里底下有一个 胖胖的大肚子 上面可以稍微的 叫什么呀 嗯 尖一点 有点像脖子的感觉似的 看 其实有点像水滴的感觉 对不对 下面大是胖胖的肚子 嗯 上面呢 是脖子的部分 OK 当我觉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啊 如果你对这个形状满意了 你就可以 把它 这个头 来轻轻的黏上去 你看 这个是不是就跟左边非常的相似了 这是它的身体 整个身体的部分 包括它的脖子 包括它的大肚子 然后呢 我们要加上后面的这个脖子 后面的棕毛 这个怎么做呢 好 这里看着啊 有这种小波浪 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我们用什么简单的方法就能制作它呢 大家看啊 我们把这个黏土 先揉成一个圆球 给它加长 看看 加长 我们再给它拍扁 拍的扁扁的 因为这个棕毛是最后最后那一层 它完全不需要那么厚 很薄就可以了 用剪刀 把一边搅下去 只留一边就够了 可是现在还没有完 我觉得这块又太大了 我换成这个更小的这个部分就够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呢 看着啊 咱们可以在上面竖着刻上这些竖线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哎呀 咱们刚才刚在这做过 这个就叫毛发 模仿毛发上的细节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看 能看见老师用这个小刀子在它的上面 轻轻的往里面按压 你看什么 什么效果出来了 是不是这里产生了波浪的形状呢 就是像一个一个的小波浪 看 这个小波浪加上毛发的质感 然后你可以拿起来看一看 先看一看你的这个大马的脖子后面有多长 比如说它的脖子只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我们可以把后面多余的部分给它剪下去 我不需要后面的部分 看 我只保留这一段 它从正面看起来呢 就已经非常像是马脖子上面的这个毛发了 是不是 是不是看起来已经很像啊 所以我就不用再管它了 哎 剩下的就给它放开 然后呢 另外的黏土 我们用相同的方法来制作它的尾巴 你来看啊 尾巴 先揉成细成条 然后我要给它弯曲 哎 这回啊 在我们给它拍扁之前 就先要给它弯曲了 看我们给它弯成这个样子 然后再拍扁 如果你看啊 我现在按扁了以后 它就没有那么弯曲了 然后一点都不像这个形状 那怎么办呢 没错 我们用剪刀去修改去调整 我给它剪出 这种弯曲的感觉来 大家看 我是不是用剪刀剪出来的呀 这个弯曲的感觉 然后我们加上这个纹理 加上纹理毛发的质感和 哎 这个小波浪的感觉 是不是一下就像马的尾巴了 我们把它贴在身体的 记住要贴在身体的最下面啊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我们把它贴上去 怎么样 这里有没有 现在它就很像是一匹马了 大家看到了吗 好 最后我们就要制作它的四只 我们需要选 拿出四块相同大小的黏涂 用浅棕色就可以了 浅棕色 它们分别都揉成 这个圆锥形 有其中两个呢 会是这个手 它马的错了 是它的前蹄 另外两个呢 当它的这个后蹄 后脚 后腿 前腿和后腿 看 一二三四 咱们先把这个四个 给它预留出来 那 可是这个马的蹄子 怎么制作呀 它是谁颜色的 大家来看啊 我们这个马的蹄子 方法很简单 看 我们用深棕色 揉成一个长长的长长的 这里啊 长长的条 然后大家把它拍扁 我们需要长长的条啊 拍扁 看着啊 我现在制作第一个蹄子 我把它放在这 然后让它卷上 卷一圈 看到没 剪下来 你看 从正上方看的时候 这个像不像一个蹄子呢 我们还需要啊 在这里给它 一条线 因为马的蹄子中间 是有缝的 第二个 看 两个小蹄子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来finish 来完成第三个 第四个 上一挪一挪 尝尝那一根棍 把它按扁 你要中间的这个扁扁的这个形状 安装 这个蹄子 剪掉 打托 四个小蹄子 就做好了 好 安装顺序啊 我们要先安装这个码的两个后脚 我们先安装 这是一个后脚 另一个后脚 这个手啊 我们最后按 为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手里抱了个东西 他抱的是什么呀 他抱了一块小草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一些绿色的粘土 刚才我忘记说了 sorry 所以我们最后要留一些绿色的粘土 我们要制作成一棵小草 因为马爱吃草嘛 大家看啊 最简单的方法 把这个草摁成片 底下剪平 上面 剪出这种 三角这种 小碎碎的形状 看到了吗 这个上面看起来 是不是就像是小草 把他放在这里 放在他的肚子胸口前 然后 这样 再安装他的 前脚 看起来就像是他的手 像是他的手 在抱着这个草 在抱着这个草 来 大家看一看 把所有呢 需要这个按压呀 用这个让他变光滑的地方啊 给他修整好 然后你们看 我们这个码到这里呢 就制作完成了 但是啊 每一次呢 老师都想鼓励你们自己 进行更多 更丰富的创作 你比如说 你可以用 马克比 可以给他增加额外的 斑点 Decoration 让他更好看呀 等等等等 大家看到了吗 等他变干了以后 你可以随便的去画他 你甚至可以给他画一件衣服 在他的身上 怎么样 好玩不好玩 是不是挺简单的呀 好 这个 马的粘土手工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老师希望你们非常的 enjoy 然后我们下个月再见 拜拜